近日,长三角低空交通领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试飞活动 一架直升机从上海浦东新野飞行基地起飞 近20分钟后,顺利降落在上海金山水上机场 很快,该直升飞机将再次起飞前往浙江海宁客运中心 这一跨省联动连运行低空航线的运营 将为长三角地区的空中交通网络注入新火力 我们是7点32分从上海浦东的新野直升机飞行基地起飞 然后是7点48分在金山的水上机场落地 整个耗时是16分钟 一会儿我们会在8点从金山水上机场起飞 在8点20之前会在海宁落地 上海浦东到金山仅需16分钟 而金山到海宁也只需20分钟 这条精心规划的上海浦东到金山到海宁 双向低空载客航线 不仅以卓越的时间效率 重新定义了区域间的交通速度 更为浦东、金山和海宁的乘客 开启了前所未有高效便捷的全新出行方式 这是我们第一次承接直升机的跨省航线 那么也非常有意义 这次的航线是到海宁的 那么已经有浙江的一些客户在咨询航空机包机的一些信息了 据悉 该条上海浦东到金山到海宁 双向低空载客航线 单乘票价1400到2400元一位 单价次包机6000到9800元 最多可承载4名乘客 每位乘客可携带一个20寸 限重15公斤的行李 此外 低空出行是解决城市及导机交通的新方式 金山区作为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先导区 及主要承载区 拥有全国首个允许无人机开展多场景测试 应用的华东无人机基地 同时又是金山低空协同管理示范区 被列为重点区域之一 这些优势共同构成了金山在低空经济领域发展的坚实基础 我们将利用现有的基础条件的这样一个优势 来积极开拓低空出行的交通行线的网络 为了三年 我们将联合Evato的制造和运营单位 开展我们宰客的这样一个运营 实现打飞低比打出租更加经济更加高效